我發現現在越來越多人 患上心血管病 有沒有什麼食療可以幫忙 古方是印度古方 經過很多人實戰的經驗 認為很有效 薑、蒜頭、檸檬 還有蘋果醋 是, 皮細皮 先去皮 炸皮之後就可以開始炸 是 很多讀者問蒜頭的汁很少 怎麼炸呢 我們現在先去炸蒜頭 好…試試給大家看 先震碎它 是 好 落出這麼多, 只有幾滴 對, 要慢慢來, 多加一點 很多讀者問我250cc多少 這樣就是250cc 普通玻璃杯, 剛才是250cc 先倒出來 好像差不多 太好了… 炸薑, 我們先切小 其實說起心血管病 早年, 我也有個朋友 幾年前, 她當時三十多歲 因為血管閉塞而導致死亡 三十多歲, 血管閉塞 對, 而且她很胖 每年一次檢查身體, 會不會脫掉 因為跟飲食很有關係 譬如她飲食, 我不知道這個朋友怎樣 通常會比較喜歡吃肉的食物 滋滋 運動比較少 積蓋了很多食物在腸上, 在血管上 就會很不幸, 影響生命 剛剛好, 三杯 再加… 蘋果醋 蘋果醋, 是相等份量的蘋果醋 對, 一樣是250cc 一樣是250cc 把蘋果醋放進雅鍋裡, 對嗎 不要放進普通的鐵鋼的鍋裡 因為容易氧化 如果放進雅鍋裡之後 蓋上蓋子, 大火煮沸 煮沸之後, 研究鐵蓋 研究火, 研究鐵蓋 用小火慢慢熬熬, 30分鐘 熬熬的作用是把水蒸氣儘量蒸發 然後切開 剛才我們做出來的湯汁已經攤凍了 攤凍之後, 現在我們要把同樣分量的蜜糖 是 倒進去 你幫忙一邊加 分斷攪的 我的讀者有這樣實戰的經驗 就是說如果是三條血管都塞了 醫生叫你一個月後來做心臟手術 通波仔是答案 他用了這個方法之後 一個月後就不需要再做手術了 已經通過了 我們每次一鍋就一大鍋 但是每天早晚吃 那怎麼儲存呢? 將它倒進瓶裡, 拌開蓋子 放進雪櫃 正常來說, 一天吃多少羹呢? 就一天三湯匙 早上一次, 中一次, 晚上一次 最好用溫開水, 沖開一個喝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喝冰凍的東西是不好的 有海洞 好溫開水 都喝冰凍的東西 就有一天 可以把水口臓 有水口臓 是